你们知道吗 五菌蛋在家就可以做 平时鸡蛋拌饭 熟悉锅 都要用到五菌蛋 刚好想吃 又没地方买 那在家里就可以做 只需要准备好水 冰水 还有个厨房用的温度计 先将温度计牢牢的固定住 如果用的是冰箱里的鸡蛋 要先拿出来回温半小时 水的量要完全没过鸡蛋 再多出一两厘米 开小火慢慢煮 眼睛死死的定着温度计 温度到达59度的时候 立刻关最小的火 计时15分钟 这就是经常听到的巴士杀菌法 看到温度超过60度了 也不用担心 加入一点点准备好的冰水 尽量地把温度控制在 59度和60度之间 等时间到了 就可以放进冰水里了 温度一旦超过60度 就很容易让蛋白凝固 温度太低 又没办法消灭那些细菌 打出来的鸡蛋 稍微有些凝固 那是很正常的 冰水不到吃什么 就可以来一碗鸡蛋拌饭 当然啦 如果有冰箱 还是去买的比较好哦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